好端端的孩子去当兵怎么就没了呢 那么对于红妈妈来说 你可以看到她哭得很伤心 那么现在为了要帮至亲家人 红仲秋来讨回公道 红家人是对外一一分工的 像是这个红仲秋的姐姐 就担任了发言人的角色 而至于舅舅则是负责上节目 当然就是为了要追真相 红家人是全体总动员 到处的奔走 全家人一早就到立法院 开了记者会 那么紧接着到了监察院来陈勤 随后又在立委的陪同下 跟国防部来进行协商 虽然红家人的体力是透支的 心情也非常的伤心 但是看得出来 全家人强大精神 就是希望为红仲秋讨公道 十七号一早九点 红仲秋的爸妈拖着疲惫的身躯 跟着女儿还有带着红仲秋的照片 从台中北上 两老强大起精神 在立委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要帮红仲秋讨回公道 不好意思 不要退急 不要一直 让他慢慢来 先走了 不好意思 十一点钟记者会结束 红家人立刻转向监察院 向监委呈行 期盼透过监院介入调查 掀开军中黑幕 接着马不停脸到立委办公室跟国防部开会商讨 希望能够保全证据 会议后 红家姐姐担任起发言人的角色 目前为止 我们家属是对国防部非常失望的 希望说就是记者媒体可以给爸爸妈妈多一点空间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身为就是别人的子女 如果说今天爸爸妈妈是接受这样的伤动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很难承受的 不舍父母上子之痛 还有面对压力 红姐姐难得镜头前哽咽 走到今天 红家人再难过都得强压情绪 为了红仲秋讨公道是共同的目标 红家人内部也分工讨论 接着担任媒体发言人角色 谈话性节目找证据就由舅舅负责 舅舅一天至少上两到三个节目 要发出红家人的不平之名 从早到晚到处奔走 澄清开会 家人透过所有的管道 为了帮亲爱的家人做最后一件事 再累也要咬牙撑下去 我们新闻杨讯中佳好 这点不到了